第七届供僚龙州锦标赛端午节当天早上在供僚奥底渔港热闹登场 今年报名参赛的队伍空前的踊跃 男子组和女子组总共有17队报名参赛 而观天下有线电视也报名参与了这一场比赛 最后男子组冠军是由实力坚强的六大队的锦义肖联队获得 而女子组的冠军则是由最年轻的队伍风珠派队所夺得 30号端午节是端午四天廉价的最后一天 供僚区龙州锦标赛在奥底渔港热闹展开 今年的参赛队伍不但报名破纪录 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包括区渔会以及河美社区发展协会 六大队锦义肖和妇女会等队伍都在今年不约而同报名参赛 那赛况也很激烈 我们刚刚也看到说竞争每个选手都兴致勃勃 那兴高采烈的来参加 我想我们沿岸的民众也很多 都来观赏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活动 那我想说我们今年这么好的活动 能够持续来办理 那也感谢我们包括各单位的一个出席 还有事务的一个协助 让经费的一个补助 让我们整个办得非常成功 今年的龙州赛 观天下有线电视 在总经理周鸿军的带领下 第五度报名参赛 总经理周鸿军表示 观天下有线电视积极参与 收视辖区内的地方大小事务 这次比赛不但志在参加 也积极配合本赛事活动进行转播录影 观天下有线电视 作为一家经营地方的媒体 我们长期关心地方的活动 今天是共辽区 奥底 海洋龙州比赛 观天下有线电视 除了组队参加之外 我们摄影团队也来到现场 做实况的转播 提供给我们收视户 即刻的临场感受 这样的一个龙州活动 是地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很多人都来参与 那我们也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参加 直到近傍晚为止 整场赛事都进行的相当顺利 虽然阵雨不断 也没有交习参赛队伍的士气 最后男子组冠军 是由实力坚强的六大队 锦衣萧队获得 女子组冠军 则是由最年轻的黑马团队 风珠派对所获得 输赢揭晓 比赛结束 大家也相约等明年再来一战 记者李立凡 共聊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赛事务